五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产观学者 分别根据自身的经验 来探讨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 其中包含了中家集团副董赖宣武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敏鸿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苏正平 高文市新闻局局长江宾和 以及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李永德 由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林主持 从各自的领域分享现在媒体与资讯生态的转变 与可能的发展 假新闻或很多不实的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归纳成是在网络上 跨部门或跨域如何能协助我们在媒体宣传教育上来做推动 但各位不用太多的期待 我们没有谈谈创新的未来 因为目前在做媒体宣传推动的时候 就其实有碰到很多的困扰 记者可能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 或是获取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平衡的方式 去尽量获取一个相对客观的报道的内容 网络网路带来的影响 以及让现今的媒体产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AI成显学之后 更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 为了推广媒体试读 以因应未来的趋势 替现代公民建构更好的媒体环境 中家集团举办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透过多位与谈人的分享 给予参与的产观学界代表更多的思考面向 论坛中台上台下也彼此进行讨论 更掀起了不少实务上的论战 都是为了能够营造出更好的媒体环境 针对媒体的试读 针对面对AI的挑战 针对我们台湾怎么样让媒体发展得更好 都有很精辟深入的一个分享跟讨论 个人收获良多 也非常期待未来这个节目 能够这样的一个论坛 能够在持续在推动 因为我们在屏东大学 所以我觉得全在屏东 其实在南台湾也是重视 就是不只在都会区 而且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讨论 去传播这样的一个议题 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从产业 学术 官方各个方面进行解析 中家学院第一届的高峰论坛 针对媒体素养的未来 要透过各界的努力 提供给台湾更好的媒体内容 记者综合报道